歡迎收看新一期的鋼彈解說影片,我是Takashi 今天的影片主題將要帶各位來認識AD世界觀眾的量產機 鐵人士地上行 若想看其他大波劇情與設定解說 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的播放清單觀看 那我們直接開始主題吧 鐵人士地上行機體編號MSC062A登場鋼彈大波動畫中 本機體為人格連開發的量產主義機種 從太陽能源戰爭至西元2307年 鐵人士地上行已經服役了超過10年的時間 與另外兩大世界政權所使用的機體技術相比確實落後不少 但整體的實用性與維修簡易仍證明了鐵人士加耐用的機型 過去各國在太陽能源戰爭投入的機體大多人有化石燃料驅動的機體 但在往後的機體開發都以太陽能為主要的動力來源 唯獨人格連的開發概念與其他國家不同 人格連認為,與其追求新式技術的開發 不如將現有的資源與技術進行改良 原因如此,人格連的集體故障率在全球的軍備競賽中低於兩大勢力的四成 這一解釋的過去為何MSJ04的法統式可以服役至2290年 鐵人士地上行可說是鐵人型號機體中性能最優秀的 除了上述、易於維修等特色 基礎結構的通用性能讓鐵人具備更高的裝備與地形切換的性能 因此鐵人也發展出了宇宙專用型號 從鐵人的外觀可以得知 裝甲的厚重造成機動性大幅下降 但相對的是,鐵人身上的E碳仙裝甲擁有更高的耐彈性以及易於使用重型火炮 基礎中只有搭載一門滑糖炮以及一把碳鋼刀 雖然和其他國家使用的電降光束武器相比確實落後不少 但也因為這些實彈兵器的生產與保養更為簡易 因此人士受到重用的寶貴資源 鐵人的駕駛艙空間非常狹小 因此駕駛員皆以半噸的姿勢在操作機體 而鐵人在作戰中的使用時間基本上不超過一個小時 因此駕駛艙的基礎生存系統也被認定是非必需品 這也讓許多駕駛員形容自己就像一具準備運送的屍體 也因此稱呼鐵人為活人的鐵棺材 鐵人是地上型與其他相關的衍生機種都使用同型號的操作系統 這也讓人格連駕駛員能夠快速熟悉不同型號的機種 由於駕駛艙空間狹小 因此抬頭顯示器與螢幕的實用性不高 取而帶置的是駕駛員的頭盔 駕駛員所穿戴的頭盔可以從機體第一人稱視角來觀測環境 並且可以透過眼球或頭部的擺動來改變機體頭部的轉向 也因為通訊必須透過頭盔口部的藍線進行傳輸 因此頭盔非必要情況皆不會取洽 鐵人的機體編號可以說是極具人格連特色 任何機體編號中的英文字母都會對應到與之相關的特化名稱縮寫 以超限旗幟式為例 超限旗幟式中的O代表Over 但鐵人系列中的英文字母更像是一種分類而非名稱縮寫 A代表陸戰型 B代表雙座艙陸戰型 C代表高機動型 E代表雙座艙高機動型 E代表宇宙型 F代表雙座艙宇宙型 另外鐵人的特化型也有專屬的縮寫代號 LC為長距離射擊型 SP代表超兵專用機 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內容 希望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本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B-Z